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R1,R0的PayCon台湾下午的议程,那一开始还是不厌其烦提醒各位会众,我们每一场议程都有HackMD笔记,以及slider连接,你可以从YouTube聊天室,或是Galatown的互动物件找到连接,请大家多多利用。 然后呢,下午我们首先登场的是Kerr的议程,我们请Kerr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是Kerr。 好,那Kerr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LearnBron L1 Two-Pack Parser The Hardware,那它也是我们Pycon就是优质议程的保证,大家如果以前有听过Kerr的议程就知道,然后如果没听过的话,听过就知道了,那Kerr交给你啰。 Hello,大家好,我是Kerr,这次演讲的主题是Learn from L1 Two-Pack Parser The Hardware. 对,今年我选用中文演讲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今年是纯远端的线上会议。 那今年在稍早之前参加Cost Club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可以跟更多中文会中在Gater Town互动是蛮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今年不妨就改用中文讲吧。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啦,如果你真的真的对英文演讲相对比较偏好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这一场投同样的内容呢,我在Europe Python 2021今年7月底的时候有讲过,那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演讲的语言是英文。 所以如果之后官方影片释出的话呢,也欢迎支持。 我们回过口来看一下第一张投影片,这边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什么意思。 这整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站上去的那个过程。 那下面这张图呢,来自一个实境秀,叫做Sasuke。 那中文翻译叫极限体能王。 那下面这一关呢,是叫巅峰战士。 应该是极限体能王里面最难的一个关卡,它曾经击倒过非常非常很多知名挑战者。 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者怎么挑战这一关吧。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挑战者他需要从一面墙,三公分突起物,抓住,跳到另外一面墙。 那跳完之后呢还没结束,他必须要再经过一段日之后,再跳到最后一面墙。 然后才到下一个重点。 那回过头来讲一下,为什么我想要讲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主要是想要带给观众,我想这是稍后你可以体会到的一个过程。 讲一下我自己吧。 到今年初前都是在日本的亚马逊工作。 今年年初才换到一样是日本,在谷歌。 拍看台湾2017开始就有演讲。 那旁边这张图呢特别要讲一下就是, 这是我在一个攀岩场,就是我尝试去学习那一个移动的动作。 我了解到到底极限体验王上那个关卡有多困难。 那如果你想要听我过去有讲过的演讲,欢迎到我的GitHub的页面。 关于今天演讲的相关程式码呢,则可以在我们下面其中一个Repository, 叫做Parser Learning里面找到相关的程式码。 来讲一下今天会讲的大纲吧。 我们首先会讲到我自己讲这个议程的动机。 那接下来讲Parser在C Python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会透过一系列的Parser 101和102, 去讲述一些学校交给一些相关电子背景学生什么样的内容。 那再到学校以外,学术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最后呢我们再回到C Python身上, 去讲C Python的PackParser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先来讲一下我的动机。 我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在Python3.9版本, 它释出文件的时候,它上面就列了一行, 叫做Pep617, C Python now uses a new parser based onPack。 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 学校的那个编译器课我其实有上过, 我们知道我们学校是必修课。 那我就在想, 我应该Parser应该懂一点点东西吧。 那我就看了一下, 学校到底教了什么。 我就发现, 学校就花了很大半的时间在教理论上的 Compiler的前端啊, 还有一些后端的讯息。 那作业的话呢, 都是用一个叫做Bison跟YAC的东西下去, 自动产生一些未完成的程式嘛。 然后让学生去把它填满。 那所以今天, 我的动机其实就是这一场演讲的目标。 大概回答会下面的六个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Parser在Cpython里面到底是什么吧? 那你可以从下面这一份 Cpython Dev Guide Design of Cpython's Compiler 去找到相关的内容后。 我们这边来先讲一下 Python的编译步骤。 就是假如我们今天有一段程式嘛, 我们run了一个Python的指令, 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在你的电脑上面。 就这么简单的过程呢, 其实背后是有一点串的编译步骤。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一个步骤 涵盖了哪些部分。 首先呢, 我们会经过一个Laxer, 这步骤呢, 会做所谓的词法分析。 那就会产生出很多个Token。 那这些Token是没有意义的, 它就只是把你的程式码呢, 把它切开。 就是切成一大串的, 有意义的, 你只要不是空白, 不是换行。 它把那些有意义的制服呢, 都把它切开。 第二个步骤就是, 今天的主角Parter。 那这个Parter呢, input就是还尚未有意义的Token嘛。 那这时候会经过第二段, 叫做语意分析。 那语意分析呢, 就会把这些Token呢, 产生出意义出来。 那个意义, 会用一种形式表现。 我们这个形式呢, 就叫做AST。 那这个Abstract Syntax Tree呢, 它已经有, 富有意义了。 接下来要把它, 产生出结果。 那我们就要经过一个Compiler。 那我们会编译这个数呢, 成为一连串的执行Core。 那执行Core, 我们这边就叫它ByCore。 那这一堆ByCore呢, 最后再透过Python的虚拟引擎, 下去执行, 就会产生出结果。 那当然, 如果你的ByCore里面, 又去尝试import其他的程式码的话, 那我们就会再经过一模一样的流程。 那最终最终产生出你看到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词法分析这部分呢, 事实上Python内建有一个模组叫做Tokenize。 那在这个Tokenize里面呢, 你就把你的程式码当做input, 但这边记得要就是用Byte.io。 那把它当做input, input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就是有很多Token。 那这些Token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其实是不具有任何的意义, 它就只是跟你讲说, 诶,在哪个位置啊, 然后有什么东西这样。 我们知道了这一连串Token之后呢, 刚刚讲的, 另外一个步骤叫做Parser, 那这个模组叫做AST。 那AST它有两个function, 你只要去跑的话, 第一个首先是Parse, 那一样我们把程式码丢进去Parser function, 它就会把它存进去。 之后呢, 那你要怎么展现出结果, 你就用另外一个叫做Dump的function, 那就可以把它print出来。 下面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AST。 总之呢, 就是你可以知道就是, 在Parser这个步骤呢, 我们语意分析, 就会产生出一个具有意义的书。 下面这边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在Compiler, 编译这个步骤发生什么事的话, 你一样, 你可以把刚刚产生出来的那棵树, 丢到内建的函式叫Compiler。 Compiler这个函式呢, 就会产生出我们所谓的BiCore。 BiCore要干嘛? 就是, 再用另外一个内建的函式叫Evil, 那这个Evil去run这个BiCore呢, 就会产生出对应的结果。 当然, 你如果很好奇这个BiCore到底在干嘛, 可以用另外一个内建的模组叫Dis, 这个Dis, 另外一个叫Disassembled Functional, 执行下去, 你就会看到, 哦, 原来这个数呢, 最终最终被要求是要, 依照下面这些步骤去执行。 我讲这么多, 其实都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今天的重点在Parser这个步骤。 我们会假定就是, 我们有一堆没有意义的Token, 那这些Token会经过这个Parser这个步骤产生数吗? 那今天这个Parser呢, 它从L1换成PEG, 那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L1Parser到底做了什么? PEGParser到底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接下来我们来讲Parser101, 第一个项目是CFG, 那讲之前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资料来源, 是来自网路上一个YouTube Channel, 叫做UncodeGetComputerScience, 那这个Get指的是印度那边的CS的学生, 硕士班的考试。 他们硕士班考试其中一门必考的项目就是编译期。 那所以说如果今天你是台湾的CS的学生的话, 你可能就会知道就是说, 诶,这个学过了。 那学过没关系, 你就是当做复习嘛。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看就是知道说, 诶,原来CS的学生在学这些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Context Free Grammar, 它下面具体表述形式是长这个样子。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就是它, 这个文法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条这个规则。 那这个箭头意义代表的是推倒的意思。 那在箭头的左半边呢, 只有可能是叫做non-terminal, 这个叫非中解符。 那你就可以把非中解符推倒成其他的非中解符, 或者是中解符。 这个杠, 这一杠的意思在CFG要特别提, 它的意义就是在说它支援混淆的语法。 对, 因为你语法可能, 两者都可能嘛。 那关于Context Free这部分呢, 我们简单来讲就是, 左手边只能是非中解符, 而且只能是一个非中解符。 那如果你看到下面这种表述形式啊, 你看到说, 诶, 一个非中解符, 它的前后可能有一些上下文, 然后它可以被推倒成另外一个表述形式, 那这个表述式里面呢, 这个上下文都要存在, 那这个就不是上下文无关了嘛。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文法在之后呢, 我们有了文法, 然后我们有了另外的输入, 那这个输入会根据文法产生出素。 那这个产生出这个素呢, 就有两种表述, 一种叫做具体语法术, 那另外一个叫抽象语法术。 具体语法术呢, 你如果看这个右手边这边这棵树, 你就知道, 它其实把所有你推倒的过程都记录下来。 对于人类来讲, 这棵树是非常难以阅读的, 当然对于电脑来说, 它就是推倒的过程嘛, 所以它在推倒过程, 它就把它记起来。 即便我这边把这些, 比较重要我们需要看的东西呢, 标上颜色。 可能对于人类来讲, 还是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 那相对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抽象语法术。 那抽象语法术呢, 对于人类来讲就是相对于好阅读。 我们讲完CFG的介绍, 我们也知道CFG可以产生数嘛。 那其实CFG呢, 它的应用在稍后我们会提到的Parser的实作上呢, 会根据那个Parser实作的不同, 有一些要求。 那这些要求在这边我们就简称它为CFG简化。 那它一共有三种大象。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细读看。 首先混淆的定义是什么? 混淆的定义就是说一个文法它能够产生超过一种以上的语法术。 那我们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说, 你会发现我们看到这个, 人类看到这个文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合理嘛。 就是大概是一个有加法有乘法, 然后有数字的一个计算器的组合。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实际上去画素出来, 你会发现它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素。 那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说它并没有优先序的概念。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必须要让你的语法不混淆。 那不混淆的做法就是你要去插入一些中间的非中解符。 那像这个例子来讲,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T跟F, 那它分别去处理就是, 我现在知道说我最高优先度是数字, 次高优先度是乘法, 最低优先度是加。 那透过这样子的后处理, 你就会发现产生的数只可能有一种了。 那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转换, 简化。 那第二个是, 从不确定的上下文语法到确定的上下文语法。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定义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发现你有语法是类似这个样子, 而我们的大写A, 这个非中解符, 它可以推导成小写的AB, 也可以推导成小写的AC,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 其实那个小写A是重复的嘛, 那你就可以把它做重写, 那这语法重写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把这个小写A拉出来, 就像是那个四折运算的交换率是不是? 就是把小写A拉出来,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产生, 再加上一个中间的非中解符, 那就可以把语法简化成这样, 这对于后面实作上会有很显著的帮助。 那最后一个我必须要说它就是, 我们所谓的大魔王, 左递回。 那左递回它的概念, 其实在我讲实作之前是并不容易解释的, 不过我大致上来讲就是说, 你看到下面这个语法是非常人类, 所以就觉得很直觉嘛, 就是诶, 我就是加法, 先看到加法, 然后后面先处理乘法, 然后最高优限度是数字。 但是呢, 在电脑的处理上, 就会有一种实作上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你今天看到一个expression, 就是一个, 你输入的东西, 你把它解释成一个表述式, 那你在解析它的时候呢, 这个解析的推导过程, 第一件事就跟你讲, 诶, 你解析完1之后呢, 你要先解析1, 然后再解析1, 看1后面是不是夹, 那再看是t, 那这有个人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解析1, 你之后再推导的时候, 第二轮又跟你讲再解析1一次, 那第二轮解析1又看到, 第三轮又跟你讲要再解析1一次, 最终就会产生就是无限的递回, 好,那我们这边就来稍微回顾一下, 刚刚讲的CFG的简化, 我们一根有三种嘛, 一种是混淆, 一种是确定, 一种是着地回, 左半边是原本该有的情况, 那右半边就是你简化之后, 能够处理的状况, 那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 传统的parser的实作啦, 实作上的分类分成两种, 一种是叫top-down, 另外一种叫button-up, 那top-down就是由上到下, 由跟到跟, 那button-up是反过来由下到上, 由跟到跟, 知道有两种形式之后, 它其实有对应到的两种parser, 那一般我们会叫llk或lrkparser, llk或lrk的第一个l是什么意思呢? 是从左到右去处理你的输入, 那第二个l跟r的意思呢, 指的是你推倒的时机, 那最后讲k, k的意思叫做我们往前看多少个token, 实作上呢, ll对应到的就是top-down的解法, 那最基本有一种写法叫做recursive descent-parser, 那这个写法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的, 左地回大魔王, 它要处理的, 因为它是用地回的方式下去处理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文法其实是, 已经没有左地回了, ok, 它的实际上的实作非常简单, 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把所有你非中解符呢, 都要写对应的函式, 下去处理各种非中解符遇到的时候呢, 要做什么事, 那第二呢, 就是很简单嘛, l就是从左到右开始在解析, 那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地回式的, 根据你现在的位置看到什么的符号, 什么token, 那你会去做相应的处理, 那你有时候可能会需要看K格, 往前看K格符号, 然后知道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 知道你解析完整串输入, 那实作上来看你就会, 我们就是简单来讲文法来说长这样, 那我们就简单抽两个写对应的函式来看, 我们先看第二个, 第二个比较简单, 第二个它就是, 就只有一种推倒的可能嘛, 所以它就直接return, 就直接回传推倒的可能, 那如果是上面这种的话, 它因为有两种可能, 两种可能都要处理, 那我们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往前看, 往前看是夹, 是一个符号夹法的符号, 那我们就要做对应的处理, 那往前看, 不是夹法的符号, 那我们就会有另外对应的处理, 同样top-down这样子的实作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非递毁的实作, Python里面LL1的parser,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实作的, 那这一类的实作呢, 它的处理方式,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建一个叫做 First Follow Table的东西, 那First Follow Table是什么呢? 它其实指的就是说, 在所有的非中结符的前面, 跟后面有哪些可能? OK, 那你现在知道前后有哪些可能之后,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建立一个叫Pashing Table的东西, 那Pashing Table意义上就是说, 你现在遇到这一个非中结符, 你要解析它, 你解析它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非中结符是什么符号的话, 你要做哪一些对应的推导? OK, 那实作上呢, 我们首先就是, 你会发现它其实一开始, 丢进去的是一个1, 就是丢进去你的根, 那你从根开始, 一路一路把它解析, 往下解析, 然后解析到叶子, 解析到叶子, 解析到叶子, 那实作上你就会发现, 一样就是, 从左到右去处理那些输入, 然后解析的顺序呢, 就很巧妙的就是, 从左到右去推导, 那实作上呢, 我们会用stack, 那一个stack基本上就是判断说, 你这个stack只要还没有解析到最后一个输入的token的时候呢, 我们就持续去解析, 根据你文法所建立出来的passing table嘛, 那你就可以去做相关的处理, 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非中结符的时候, 你要做哪一些处理, 你有可能就是, 诶, 我要做推导, 或者是有可能就是, 诶, 我推导完了, 我们往下一个, 那个, 输入符号看, 讲完刚刚top down的实作方式呢, 事实上, 在语言, 神式语言的世界里面呢, button up的实作, 反而是相对热门的, 主要原因就来自于, 它支援着地回的语法, 因为支援着地回的语法呢, 你就会发现它的, 实际上对人类来说是相对好读的, 我们实作LR0, 这个做passer呢, 我们其实目的是一样, 我们要建立一张表, 知道要做什么事, 那不过在建立表之前, 我们要画图, 画一个叫做Deterministic Affinity Automotive的图, 那这个DFA这个图呢, 它的概念上是怎样, 首先就是你会有很多的, 不同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初始状态就是你把你最原始的文法丢进去, 你会有一个点, 定在所有的文法的起初, 起初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 你会根据, 下面有可能碰到E, 下面有可能碰到T, 下一个有可能碰到数字, OK, 那我碰到E的时候呢, 有哪些可能, 那就就是第二个状态, 我碰到数字的时候, 就变成另外一种可能, 你会发现, 那个点会点到最后一格, 那这个时候代表, 结束了, 我们要推倒, 因为我们的状态移转结束, 我们要进行推倒, 那所以这些初题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 在这些状态底下, 你有可能要进行推倒, 那此外的话, 你就会不断地进行的状态的移转, 那状态的移转, 那状态的移转, 其实在前面, 刚刚那个术语叫做, 就是shift, 就是说, 往下一个符号去看, passing table的话, 原则上我就不细讲, 它基本上概念上就是State, 不同的状态会进行转换, 遇到不同的终结幅, 或者是非终结幅的时候呢, 要进行哪一些转换, 那遇到非终结幅, 一般情况就是, 你有可能会需要进行推倒, 那遇到终结幅的情况, 你可能就是要进行状态的移转, 对, 好, 那实作上的话呢, 一样是用Stack, Stack是要存取你现在当前的状态, 还有当前的符号, 处理方式一样是, 从左到右处理输入, 不过有趣的地方是, 你会发现, 它很巧妙的是, 根据你的规则, 刚刚前面那个passing table, 这个规则下去走, 你会发现, 它处理推倒的实际点, 刚刚好是反过来的, 刚刚好就是从右到左, 下去处理我们的推倒, 实作上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文法非常漂亮, 跟刚刚相比就是好看很多, passing table呢, 一样就是我们可以预先建立起来, 根据你的这个文法去建立, 实作上就是一样一种Stack, 根据你这个Stack嘛, 就是看下一个状态是什么, 那你要进行移转, 或者是推倒。 我们刚刚讲完passer101啊, 我个人至少记忆当中, 应该是涵盖着学校编译器前端相关的内容, 那如果说你的学校, 今天有交到我接下来要讲的passer102的话, 那也欢迎你会后来找我, 因为我蛮好奇哪些学校有开始在教这些内容, 我们passer102一开始要讲就是pack跟packpasser, 那什么是pack呢? pack的全称叫做passing expression grammar, 你如果去wiki查, 它有一个翻译叫做解析表达文法, 但我觉得这翻译是直翻啊, 就是它并没有什么具体意义, 所以我们就叫它pack, 那pack这个东西最早源自于2002年, Brian Ford发表的一篇论文叫做pack rate parsing, 那在那篇论文里面其实只有大概提及这个新的形式, 但是并没有去谈到很多的数学证明, 所以要在后来博士论文又再发一篇, 就是去专门去做数学证明,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找一下看一下, 那总之呢,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pack跟cfg有什么不同, 我们刚刚讲的cfg跟pack, 具体上有两个很大的不同, 那第一个是pack现在开始支援, 我们的规则支援正规表达是regular expression,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那一个符号, 那一杠符号它的意义改变了, 它的意义从原本的end变成all, 简单讲就是如果今天你有多条规则, 它有多条杠的话, 就是所有可能性都要去找, 那pack就不一样,pack它就会有优先次序, 也就是说pack它会先去找你第一条规则, 是不是合乎你今天的输入, 如果你今天的输入可以被第一条规则解析, 那你就不会进到第二条规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最具体的差异, 这边的话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文法, 两条文法这边, 那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用cfg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文法是一样的, 那可是在pack的角度来看呢, 第一条文法跟第二条文法就不一样, 它具体上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概念在里面的, 好,讲完pack之后呢, 我们来讲什么是pack parser, pack parser呢, 原则上它的定义就是, 任何的parser是透过pack这个文法去产生的, 我们都会叫它pack parser, 所以你这样讲就很笼统啦, 刚刚我们讲的传统的parser, 或者是等一下要讲的pack rate parser, 都有可能是pack parser, 但是当然这是作者在论文里面讲的, 不过实物上, 我是没有看过传统parser用pack去产生的啦, 所以可能也有啦,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当我们讲pack parser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在讲pack rate parser, 所以呢, 第二篇章呢, 我们就来讲pack rate parser是什么吧, 我们讲pack rate parser, 其实就可以回到刚刚一开始, 我动机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guido选择用pack, 而不是选择其他的传统parser, 那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可以看到, pack rate parser呢, 它的分类就是刚好也是top-down, 就是刚好跟刚刚area1是一样的, 就是从根到也, 建立那个语法术的流程, 那实作上呢也会很类似, 基本上跟刚刚一样就三个步骤, 只是首先你的文法就改成pack了, 所以你的规则上就可以支援左递回, 那第二就是一样你是从左到右去解析, 那第三步骤一样是递回去解析, 然后根据你每一个位中指幅下去写盘式嘛, 然后就去解析去推论, 我们透过一个叫做manualization的技术, 这个叫记忆化, 反正就是等下会讲细节, 透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去不做klookahead, 而是做所有的lookahead, 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看过, 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cfg不能做infinitelookahead, 因为它支援混淆, 所以它必须要把k限定在一个数字以下, 它才有办法去看完所有k的情况, 佩格瑞的实作呢, 如果你稍微有印象刚刚l1诋毁的实作, 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很类似, 就一样就是文法上我们会有对应的, 刚好对应的函式, 那对应的函式里面的处理呢也是很类似, 就是我们会往前看, 就是要处理什么, 刚刚有讲重要的是, 这边有一个memorization, 就是记忆化, 我们会用一个decorator, 包装我们的韩式, 让韩式做记忆化, 那我们才可以得以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找过, 那这边讲起来就很笼统, 所以我要回头过来讲一个最基本的演算法课程里面会讲的, 那这个其实有点就是大家会很害怕的一个内容, 叫做Dynamic Programming, 叫动态规划, 大家可能觉得刷题没有用, 没有刷题真的有用, 因为你看这个Licol这个最知名的题目叫Fibonacci Number, 这个面试的时候可能会问的题目, 在这个地方就出现, 这可以大大的解释什么是memorization, 记忆化, 那最基本的解法就是我丢一个数字进去, 然后我D回下去去算说, 那个就是越来越小, 然后算到如果小于2的话, 那我就把它回传, 根据这样的实作的话, 你就会产生出类似这样的数, 就是我现在如果把4丢一个, 那就会就是4进去之后会进去3跟2, D回再run一次, 然后3进去2跟1, 然后2进去就变成1跟0, 那1跟0都小于这个2的数字, 所以我们1跟0就直接回算, 那我们同理这样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诶, 这边有很多个重复运算的地方,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2的N次吧, 因为你根据你的数的那个, 长大的程度就会变得非常慢, Memorialization这个技术呢, 在Python上的实作就很简单, 你只需要去写两行, 就是import这个LRU cache, 在function2的这个模组里面, 你就去呼叫这个函式, 那这个函式呢, 它就会帮你做记忆化, 那帮你做记忆化的模式就在这里, 你刚刚看到这棵树, 你很多重复运算的部分, 它后面就不重算了, 那根据这个原理的话呢, 你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变成ON, 变成线性, 就是根据你N的大小, 那你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多少, 那空间复杂度这边呢, 因为你要去存你算过, 你每一个算过的数字都要存下来结果, 那所以你的空间复杂度, 就从刚刚原本什么都没存, 变成线性的成长, OK, 到底peckrate parsing这个技术, 它是怎么处理着地回的, 这个东西呢, 就要回过头来讲, Griddle他的那个, 他有发表一系列, 讲为什么要用peck的文章, 那里面就有特别讲, 他怎么处理这个左地回的部分, 那左地回其实是在原作, Brian Ford发表两篇论文之后呢, 后续有几篇论文, 特别去讲说, Brian Ford的这个方法, 他可以解决左地回的问题, 所以Brian Ford刚刚出发表的时候, 并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这个问题其实原则上, 在python里面有两种解法, 那因为Griddle的poster, 讲的是第二种解法, 今天就只讲第二种, 好,那这边魔术是反正怎么回事, 我们刚刚讲就是, 如果你今天就是根据一个位中指符, 下去写一个函式, 下去处理的话呢, 原先的写法就是, 位中指符的函式处理, 会不断进入自己, 那递回去算到最后, 就是你的记忆体就爆了, 我们的魔术就是, 我们今天就写一个叫做Oracle Pass E, 就是你在Pass E的时候, 你就run这个Oracle Pass E, Oracle Pass E, 就會尝试去把所有, Pass E可能的结果都算出来, 那这样之后, 你只要再进到Pass E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去害怕就是记忆体爆掉, 我们这边仔细来看就是, 到底CPython它是怎么做的,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今天如果key在我们的, 记忆化的记忆体里面, 那我们就不算, 那如果今天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算, 那算完之后就存进记忆体, 那下次就不用再算, 所谓的Left Recursion, 就是左递回的魔术就是, 我们刚刚就前面一样嘛, 就是算过就不用再算, 那没算过的话呢, 那我们就跑一回圈, 跑一回圈之后呢, 把所有可能要算的都算完, 然后就回传, 那这样之后再进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都算过了, 所以就不会陷入到所谓的, 地毁让记忆体爆掉的状况, 我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两者的差异了嘛, 那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比较, 这边的比较呢, 基本就是几个面向, 那有差异的部分也有相同的部分, 首先, 第一个是扫描的方式嘛, 就是我们同样都是, 从左到右去处理, 所谓的我们的输入的token, 那第二个是左递回的部分, pack rate parser呢, 支援左递回, 传统的passer里面呢, LLpasser需要去处理左递回的语法, 所以LLpasser的文法是相当丑的, 那ambiguous就是混淆, 那pack rate这边的话, 它的语法是不支援混淆语法, 也就是说所有的语法就是有次序的, 你必须要非常切实的, 就是有次序的把你的语法定义好, 传统的passer的话, 它是支援所谓的混淆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 传统passer它必须要根据cfg去处理所有的可能性, 那你就要有k的限制, 关于空间复杂度部分的话, 刚刚有提到pack rate parser, 它是透过记忆化, memorization, 那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pass的程式码如果很大的话, 那就会消耗很大的空间, 那相对来讲, 传统的passer它就是根据你的数的深度, 根据你的k, 你看多深, 那所以传统passer它的在space上, 在空间上就比较有效益, 另外就是时间复杂度部分的话, pack rate parser是具备优势的, 因为刚刚有讲嘛,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算过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算过的部分都记下来,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时间复杂度就会变成线性, 那传统的passer的话呢, 就是指数性成长, 因为你必须要根据你的k, 效率处理, 所以你的k通常都是有限, 因为不想让速度太慢, 能力方面来比较的话, 事实上呢, 作者在论文中有讲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比较pack rate parser 跟traditional parser, 但是原则上, 至少目前还没有数学证明去说, pack rate parser不能处理传统 parser的哪些问题, 但是反过来, 它能够处理更多的问题, 所以这是在数学上的证明的话, 它是这样子叙述的, 但我其实没有去追最新的研究, 也许会有一些仇恶差异,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是, 你选择这一个parse, 至少你知道这个parse, 它能够去parse你想要的新的文法, 也可以支援你原本存在的文法, 那这样就足够了嘛, 因为你如果去想一些数学上的一些, 边缴的case, 也许对啊, 它可能没办法去处理, 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处理嘛, 那传统的parse的话呢, 它就有k的限制, 所以导致有一些状况不好处理, 或者是不能处理, 具体细节我就不细讲数学证明的部分, 从python3.10之后呢, 我们就, cpython就是基于peg parser, 这个peg parser指的是peg grade parser, 那就不是用传统的parser, 那下面有一些新资源的文法, 这些文法它们也是, 你如果去看这些文件的话, 它们其实就会开始用peg的语法下去, 去描述新资源的语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 那cpython里面peg parser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cpython3.8或之前是使用, Gridor30年前写的l1 parser, 那这个parser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 它需要去产生我们所谓的具体语法术, 然后再转换具体语法术成抽象语法术, 但是在cpython3.9之后我们用peg parser, 那它就支援了三件事情, 我想这个会回答我刚刚一开始, 动机那边会问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选择peg parser, 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lok那个k的限制, 那第二就是我们的peg rule, 就是规则上呢我们支援左地回, 所以我们文法语法就是好看非常多, 那第三点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具体语法术, 转成抽象语法术这个过程, 那从cpython3.10开始呢就不支援l1的parser,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cpythonparser里面到底是长怎么样, 那这边讲的是流程, 那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呢中间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元件, 它在cpython的tools.paggenerator里面, 它是叫paggenerator, 那paggenerator其实指的就是说parser generator, 那它实际上就是说根据pag文法, 产生出pagrate parser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它可以产生python的pagrate parser, 跟c的pagrate parser, 那如果你要产生c的话, 你需要token跟grammar跟文法, 那你需要token的原因是因为c它需要有c语言相关的token的定义, 那python的话因为整个paggenerator就是用python写的, 所以它就不需要token, 它只需要给一个文法就有办法去产生我们的pagrate parser, 实际上的文法长怎么样, 我这边就只看python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看c的部分, 你就直接去找那个相关的目录, 底下应该就会找到, 那我们讲python的部分, 因为这里是pycon, 讲python大家比较好懂, python的文法就长这个样子, 首先就是你会有一个header, 那这个header我们就要表头当好了, 就是会去你可以去写一些就是在你的pagrate parser 这个东西的一开始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定义一些自己的函视啊, 或者是干嘛干嘛的, 接下来就是规则, 这边规则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好像开始有点像, 就是首先我们就开始定义, 这边有一个这个非中解符, 然后这边有一个回传的行别, OK,非中解符, 那下面这边这个杠就出现了, 再来就是最后这个action, 就是你要怎么执行的部分, 这边就去写你要对应的语言, 像是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个python的pagrate parser, 那我们就会写相对应的python程式, 在这边去做对应的产生出, 你pars到这个规则的时候, 那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这边来看一下就是产生出来的parser到底是长什么样, 你会发现这个, 你现在看到的call全部都是自动产生, 就是透过parser generator产生出来的parser, 那这个parser呢,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call, 具体上来看其实跟我刚刚某一页就是讲pagrate parser实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相似, 它上面就有一个memorization嘛, 它就要做memorize, 那这边就是对应的非中止步, 它里面所要处理的步骤, 回过头来讲, 再讲一次就是, 选用packparser之后的好处, 还有就是它的performance到底性能如何, 那好处的话, 我们刚刚有讲就是无线往前看这一点, 导致你的文法是相对有弹性的, 好扩充好维护, 那第二就是, 因为你现在的硬体设备跟30年前Gridor写L1%那时候相比是很便宜的, 所以你不考虑像什么比特币什么之类的, 把那些硬体设备又变得比较贵, 但是它一样嘛, 它跟30年前比一定是相对便宜非常多的, 它能够去处理当时可能在当时学术界认为说这个理论上可行, 但是实物上不可行, 到现在已经变成实物上可行, 第三点就是, 我们没有中间的那个具体语法术, 而是直接产生抽象语法术, 那关于这几点就是好处啦, 效能上来看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PEP617, 它里面有去找就是知名的, 非常热门的三方套件, 那就尝试去PASS这些套件, 然后去比较那个速度, PASS的速度跟记忆体的消耗, 那他们发现就是跟AR1 PASS相比呢, 大概就是10%以内, 10%以内代表什么? 就是根据上面这些好处, 10%算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那就转到新的PASS吧。 最后我们来谈谈, 听完这场演讲, 你可以带回去哪些东西?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学到的哪些知识好了, 首先在PASS 101的部分呢, 我们学习到了一般CS的学生在学校所学的, 包括CFG跟传统的PASS, 那在PASS 102的部分, 我们学了PACK跟PACKGRADE PASS, 也包括实作。 Cpython的话呢, 我们也包括我们知道PASS在Cpython是什么样的地位, 然后Cpython的PACKPASS的实作方式。 有些人听完这场talk, 他们就会问说, 诶,那要怎么验证我学到了什么? 我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尝试把你的手弄脏吧。 有些人会抱怨就是说, 诶,那个面试要刷题很痛苦, 刷题其实并不痛苦, 因为这些刷题刚好是可以验证你知识, 把学术界那些学术理论, 用实作的方式验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其中一题在lead call上, 叫做Basic Calculator 2, 那这一题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那这一题为什么很好, 主要在于说, 它可以帮你测试你的PASS的实作正不正确。 建议就是你可以去试试看, 从零开始实作, 今天所说的传统PASS跟PACKGRADE PASS, 两种实作方式有效去做做看, 那如果你需要答案的话呢, 你可以到我的REPOSTER裡面去看答案, 当然我建议就是你可以先凭空, 稍微把文献看过, 实际上实作看看,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实作出来的话, 再参考我的写法。 好,那我们今天的talk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聆听。 好,那谢谢克给我们带来那么, 该怎么说,深入简出的主题。 那我来看看现在观众有什么提问。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CPython的3.9, 是Compile的时候可以两种PASS都可以选吗? 但是预设是PACKG吗? 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是, CPython用PACKG可以理解为更好维护, 但多18项能耗尊吗? 来,请客人回答一下。 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的话, 没错就是在CPython3.9的时候, 你预设是用PACKG, 但是你的确可以选择旧的PASS, 它原因主要是针对一些其他三缸相对的套件, 如果还在用其他PASS的话, 给他们一点缓冲时间, 一年的时间下去做转换, 直到说CPython只会要用其他PASS, 即将支援新的预访, 那未来支援新的预访的时候, 可能你用传统的PASS必须要, 就是靠用一些特别的捷径, 或者甚至不处理的方式下去操作, 但是在3.10之后, 它就会转成用新PASS, 那旧的PASS就从此就不存在。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没错就是根据他们开发PP617, 你可以看他们的Batchmark来讲, 他们的讲法是说, 虽然表现上并没有到就是比较好, 但是也没有比较差到不行, 而且再加上近年的记忆体 并没有就是已经支援这样程度的使用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维护性跟未来的扩充性的优势是远高于, 就是继续沿用原本30年前的PASS. 好,谢谢克的回答, 那我想这个主题是比较, 大家还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场议程就到这边结束。 来看看大家, 一下子观众就已经去不了, 我们的保持人拥有任何事了。 再试一下子观众就请和人拥有任何事了。